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期六个新居屋院 总共收到17万份的申请 即是以9200个单位来计 超额认购大概18倍 平均18个人欠一个单位 事实上今次抽居屋 是近六年来最差反应的一次 反过来说 少了人抽 中的机率也会高 今集我想带大家去看 其中一个居屋院 它是启德的启月圆 看看它的风水好不好 我们立即去看看 启月圆是在木和街2号 在郑港铁送黄台站的出口旁 而地铁站的另一边出口 就已经是九龙城 所以在交通上真的没得输 另外整个屋院由两座楼组成 总共提供2046个单位 面积由278尺到475尺不等 至于它的预计关键日期 就是在2025年的年尾 现在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处于一个大范围的冻土地段 因为在它四周围 都是有些不同的冻土工程 又或者准备开发的地盘 以启月圆起楼的进度来看 似乎它应该都是 这一带最早落成入火的楼盘 当它入了火之后 周围的地盘产生出来的风水擦气 估计都应该要维持一段时间 也就是启月圆都要熬一段时间 今集我想集中讲一下这两座楼的座向线道 分析一下它们各自单位在风水上的分别 这两座楼整体是以一个十字形来做设计 即是模拟中每座都会各自产生出四个朝向 我先讲一下A座的11-13 20-25室的单位 和B座的1-6 21-23室的单位 因为这两座的这些单位 都是同样采取了以坐东南向西北作为朝向 以下源九运的地运来看 向这个方位的单位 都是立在一个旺材的线道上 A座的景观主要是望着九龙城一边为主 而B座就是以望内园和楼望楼 望回A座一边为主 立在一个旺材的线道上 当然相对有利 但外国的联头景物其实也需要配合 这样才能发挥到最大的风水效应 现在A座向这边的单位 主要是望九龙城一边 也就是望着宋王台站的这边 按照政府的发展规划来看 这个站的上盖 又或者旁边 应该都会有其他的物业发展项目 到时A座向这边的景观 应该都会被遮挡了 又或者收窄了部分 所以是属于一个扣分的位置 我认为 将来屋苑入伙之后 可以试下透过室内设计 和风水上的布局 去提升整体的吹材效应 而B座景观上 其实和A座都有一些相似 它都是被对面的A座遮挡了 不过有一点不同 就是仍然有一个来源作为藏风聚气的位 能够聚到气 又或者能够聚到有利的气流 甚至乎有人说的气场 当然对单位的风水 绝对是有利 所以我会认为 B座向这边的单位 比起A座较高分一点 另外又说一下 A座8-10 26-31号室 和B座7-12 18-20号室的单位 同样也是 因为这两座的这些单位 都是采取了座西北向东南作为朝向 以下园九运地运来看 这边的单位 是立在一个较往仁丁运制的线道上 在风水上来说 如果立在一个 旺人丁运制的线道 我们相对会更重视聚气的效果 现在AB座之间的内缘 相对就做到一个藏风聚气的功效 好了 最后 我一次过说这两座 其余两个主要朝向 包括了A座的5-7 14-16号室 和B座的16-17 24-29号室的单位 这两座的这些单位 是采取了以座东北向西南作为主要朝向 属于立在一个旺人丁运势的线道上 而A座的1-4号 17-19号室 和B座的13-15 30-35号室的单位 他们主要采取了座西南向东北作为朝向 属于立在一个旺财的线道上 其实正如刚才所说 无论单位的线道是旺财 旺丁 又或者旺文昌都好 可以有外局的联头景物配合 发挥出来的效果才是最大的 而这个屋苑 现在四周围都是一些冻土地盘 预计到2025年入伙之后的几年 这个状况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某程度上 风水上的煞气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一点对启悦苑来说 绝对是有负面的影响 但随着这些项目 陆陆续续起好 到时煞气相对应该会减少 不过有一点我想说 就是启悦苑自己的内缘 在风水上仍然有一个藏风聚气的效用 能够有一个包揽气流的作用 亦对整个屋苑风水上有一个提升的功效 而且到时随着旁边的地盘工程完成 有新的建筑物落成 这个内缘更加会形成一个内环的形态 它发挥出来的效果会更加大 所以我认为启悦苑这两座 向内缘的单位相对较为优胜 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更多的风水命理 面相掌赏和易经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按下这个小铃铛 还可以追踪我们的IG